大家好 欢迎来到《落成话题》 我是Jennifer 从10月1号开始 在洛杉矶郡的范围内 实行了一项新的法律 也就是零保释金的制度 这意味着在很多的警察逮捕的情况下 如果是零保释金的话 就要当场释放被逮捕者 所以这样会不会引起治安上的很大的担忧呢 现在我们邀请阿凯迪亚的市长 郑伯仁律师 让他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法律意味着什么 我们有十几个城市 我们现在的话在抗议 一个零保释金 那保释是什么 保释的话 在美国的宪法是讲说 如果一个人被逮捕 每一个州要有一个合理的保释金 好像两年前的时候 全加州有一个提案 有问我们的居民说 需不希望把保释取消掉 我们家中的居民坚持的说 我们要维持我们的保释金的系统 可是最后的话 洛杉矶的检察官 包含一个法官 他们都要讲说 保释金是不合理 保释金是不合法 保释金是违反宪法 所以我们要解散掉 所以我们起诉 我们的市议会五比零 我们每一个市议员支持这个官司 我们为什么在支持这个官司呢 是因为我们觉得说 虽然反对保释金的人 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这个我要讲 政治人物有抗议 还是有对答 还是有不一样的想法 我不行讲说 对方是敌人 对方是坏人 对方有恶意 每一个出发点 关于法律都有好跟不好 关于保释金的话 情况是这样子 第一 我觉得解散这个保释金 我觉得是对社会是不好的 第二 我是觉得关于这个保释金的话 它有分成 大部分的案子不需要有保释金 可是有一部分的刑事的案子 需要有保释金 如果你去读那个规定的话 没有一个人 包含律师可以了解 说什么需要保释金 什么不需要保释金 有警察跟我讲 在他们的警察局 有很多的警察的领导讲说 不管哪一种案子 你给他开个法单 就给他放走了 只有谋杀强奸 可是有很多的案子的话 这个以外也需要有保释金 所以有很多的警察 他们也不理解 哪一种需要保释金 哪一种是非保释金的案子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打这个官司呢 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可以有一个过例的情况 可以真正的解释 这个法律给我们 包含我们觉得这个法律的话 不应该通过 我们的华人 没有真正的把我们画 我们的出发点 我们的理念真正给我们政治人物讲 我已经讲了已经N4了 已经讲了差不多10年了 我们的华人也是美国人 如果我们没有发出我们的声音的话 法律过了以后 我们才抗议 说这个法律多不好 已经太晚了 在法律要写的时候 要过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让居民提他们的意见 给政治人物 我们没有这样子做的话 是真的很失败 在这几年我很满意 我们华人有更多在投票 我们投票率现在的话 已经增加了一倍 我们很多的政治人物 很重视我们的华人 我们的压抑 可是呢 我们很多的压抑 华人 我们很多 我们都是美国人 包含非华人 也有这个问题 他们不理解 就是法律还没过以前 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过例 审计 改变一个法律 这个No Bill的 这个法律的话 这个已经 在很多政治人物面前 已经几年了 我们华人是只有 今年才知道 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是希望 每一个华人 在有机会的时候 虽然这个法律已经过了 我们现在打这个官司 请你跟你的政治人物 讲说你支持还是反对 虽然我个人在反对 我没有觉得一个人 要解散这个保释金的话 他们是 我再讲一次 他们是一个坏人 可是我觉得 如果你没有把你的话 讲出来 你没有把发出你的声音 很多的法律会过 很多的法律会影响到 我们的华人 法律过的时候 不会包含我们 华裔美国人的需要 我想了解一下 这个案子的进展 我知道包括 Arcadia在内有很多城市 是在反对这个案子 是在跟County在诉讼 那在我们赢这个案子之前 所以说Arcadia也得实行 这个领保释金的制度 还是 对我们 现在的话 我们在起诉 洛杉矶有88个城市 那这个88个城市的话 我们十几个城市 我们有站起来说 我们在反对 所以 现在的话 结论还没下来 所以目前的话 确实这个保释金 是一个非保释金的县 就是我们洛杉矶县 是一个非保释金的县 我觉得今天的话 有疫情 现在刑事案子很多 很多 很多城市都有这个问题 我们刑事案子越来越高 社会的话 已经变成一个 很不安全的地方 我们需要保释金存在 不是每一个法律 有一个好的理念 有一个好的想法 还是为了某某什么人 是一个好事 虽然我知道很多人讲说 保释金 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没有一个法律 是百分之一百 perfect的 可是关于这个保释金的话 也是一模一样 虽然理念好 法律写的不好 最后的后果 是我们老百姓 要吃苦 这次人物还是很美 他们还是在很漂亮的 那种地方 在看这个法律 很多的政治人物 都漂亮话 对 他们房子 他们都是几千万美金的人 才是政治人物 没有苦过 没有请过员工 没有省过钱 这个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可惜的地方 如果你问很多的政治人物 我问你 你有没有开过生意 不 百分之八十没有 你可以问政治人物 你自己的话房子 你有没有碰过贼过 没有 他们不知道 我可以讲说我是不一样 我有碰过贼 有人家闯到家里里面过 我知道一个玻璃 那个门的玻璃 打碎的 全部地上都是玻璃 那种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保释金的 这个系统一定要存在 他们太脱离这个现实了 这些政客 这个真的很重要 然后这个我就是要讲说 不管说是一周是共和党 还是一周是民主党 我都讲同样的话 一周如果是只有一党 法律过的话都很奇怪 到最近的话 感谢上帝 他们本来有一个法律要通过 已经通过了 参议员州议员都通过了 吸毒是合法的 吸毒是合法的 我再讲一次 要吃psychedelic psychedelic的意思就是 你吃那个 你突然你的脑海都飞到 不能再 民患药 对 是叫民患药 是不是 民患药 对 我中文不知道 参议员 州议员都已经通过了 幸亏州长醒过来了 觉得这个不合理 所以我们是只有一票而已 州长最后驳回下来了 可是参议员跟众议员 还是可以通过 加州的法律是讲说 州长驳回 如果三分之二的人 在参议员中 还是通过的话 那法律还是可以通过 我们一定要考虑说 一党在一个州 是不是一个好事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好事 我要让你知道 我全部的朋友 我几乎每一个政治的朋友 都是民主党 我们共和党人太少了 所以他们不是坏人 他们不是有恶意 他们不想毁掉加州 不是 可是因为他们是一党 在控制一州 然后这个一党的话 超过了三分之二 变成说每一个法律 他们唯一需要的是 听他们自己 不需要听别人 加州的话 在198多年的时候 是两党在那里对打 所以每一次 有一个新的法律的时候 他们要互相谈判 因为这个摩擦的话是 今天如果你要帮我 明天我要帮你 所以我每一个法律的话 就是慢慢在做 慢慢在做 慢慢在进步 因为一个法律过了以后 全社会都会改 因为很难再推翻它 这个就很麻烦 太难了 因为加州要推翻一个法律的话 如果是居民做一个提案 都要几百万美金 几百万美金 才可以把那个提案 让全部的居民去投这个票 大部分的法律的话 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做 所以今天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我要让每个人知道 我们阿尔凯迪亚的话 是反对一个法律 可是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华人要怎么样子做 我们华人目前的话 第一我们要投票 第二的话 我们一定要发出我们的声音 在法律要写的时候 要做的时候 要改的时候 然后第三 我还是觉得 一个州是只有一党在控制的话 我觉得是适合我一线